五群夫妻结婚三十年突然要离婚 一笔对不上的账目暴露出两人的矛盾根源 破裂的关系 失信的婚姻 是否还有挽回的余地 被信任背叛之后 小区大事即将播出 在2015年的冬天 已经是晚上七点多了 石家庄市广见调委会的调解员周文龙 正准备下班 这时他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原来打电话的是家住乔西区的王红 他告诉周文龙他必须要和丈夫离婚 王红跟周文龙讲 虽然在前几个月当地媒体也给他们调解过 但是没多久他们夫妻两人的矛盾又再次升级 跟王红通完电话 周文龙上网找到了当时媒体所拍摄的视频 先了解下情况 看到当地媒体拍摄的视频内容后 周文龙很是震惊 在那么多人面前王红的丈夫都能对他拳脚向家 可见这夫妻俩之间的关系已经是冰冻三尺 为一日之寒 第二天一早 周文龙就叫上心理咨询师刘嘉宇 一起去找王红了解情况 一个不信任我 完了以后举手就打我 什么事情和有什么事了以后从来都没有过问过我 从来没有把媳妇当作家里人 必须痛苦都分开好 如果大家分开了以后都相安无事 而王红的丈夫刘明面对挑剂原始 也表达了对妻子的强烈不满 妻子提出离婚 刘明也不反对 他说妻子现在跟他不依不饶 是家庭财产分割的问题 王红说他跟丈夫已经结婚三十年了 这个家理所当然应当有他的一半 可是现在丈夫的态度是想让他净身出骨 他又如何能同意呢 王红和刘明都已年过五十 结婚三十多年了 两个女儿也已经长大成人 眼看着夫妻俩可以过上少年夫妻老来伴的闲事生活 可是怎么就闹到了非离婚不可的地步呢 调剂原经走访了解到 现在夫妻双方僵持的焦点就是家庭财产分割 我国婚姻法第十七条规定 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工资 奖金生产经营的收益等等 归夫妻共同所有 夫妻对共同所有的财产有平等的处置权 王红的丈夫不懂法律吗 他怎么就能理直气壮的一分钱都不给妻子呢 我们小区大市的微信号现在已经推出了 您可以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关注 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提出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 王红和刘明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王红告诉调剑员 他们夫妻俩有14间小客房往外出租 还有一间小超市 可是丈夫刘明却告诉他 这些都不是夫妻共同财产 现在你们所有的这些房产啊地基啊 这个名字写的是谁跟你 写的我父亲的人 刘明解释说 不是他不愿意分给妻子财产 而是家里的房产都在自己父亲的名下 他们夫妻俩又压根没存下钱来 所以家庭财产无从分配 房租我现在是 刘明说家里2006年盖起了这14间出租房 而他是从2009年才开始收这14间房的租金 现在每间房的租金是三四百元 虽然一个月有5000左右的租房收入 但是全家人的花销都要从这笔钱里支出 根本剩不下来什么 而2006年到2009年三年间 这14间房的房租都是妻子拿着的 妻子还从2001年开始 经营着家里的小超市 房租加超市的收入 应付家里的开销肯定是处处有余 可让刘明没想到的是 就在2009年孩子上大学需要交学费的时候 妻子却拿不出学费 这让刘明觉得十分意外 我说这个钱怎么都会这么紧张 我心里有点低谷 我说这个钱肯定不对 王虹解释说 头些年孩子还未成年 家里的开销很大 手里的这点收入连日常开销都不够 生活所迫 他连自己父亲的退休工资都用上了 我爸爸有两个工资卡 有一个工资卡不多 一个月他那里边就七八百块钱 在我这放了好几年 放我这的时候 我弟弟和我弟媳妇 还有我姐姐的意思 就是让我给我爸爸斩的 结果我没有钱 我全部都给花了 刘明并不相信妻子的话 他觉得他之前特别信任妻子 所以结婚以来都是妻子管家 他从来不过问家里的经济情况 可是孩子上学是大事 妻子怎么连学费都拿不出来 这让刘明的心理不得不心存疑惑 因为当时刚才孩子呢 孩子有时候给他要钱要不出来 老给我要钱 我没有任何释放钱 钱到底去了哪里真的都被花掉了吗 还是妻子有所隐瞒呢 夫妻之间有了一次激烈的争执 而刘明一气之下对妻子动起手了 刘明觉得那个曾经相夫教子 孝敬老人的好妻子 怎么一下子变得如此陌生 在刘明看来 妻子王红的变化 都是从张罗着扩建房子 开小超市开始的 原来王红工作的工厂 2000年左右破产了 即将失去工作的王红 突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买算工龄改建老宅 划分出一间门面房来 自己开个小超市 王红经营的小超市 随着当地外来人口的增加 生意越来越好 而这时村里很多人开始 在自家的平方顶上 加购楼层用来出租 王红也认为 这是个一本万利的赚钱门路 可是盖楼需要花不少钱 当时家里根本没有什么积蓄 我这人辛苦 我跟别人不一样 既然我有这个主意 我想做这家职业 我会创造一切条件 我把这些事情做完 王红是一个认定了就要去做的人 虽然资金的问题并没有着落 但是他还是毅然决然请来了工人开工 本想着先跟亲戚朋友借点钱 房子盖起来之后收了房租再去还债 可让王红没有想到的是 根本没有人愿意借钱给他们 盖了盖了又麻辣策了 你多少给啊 后来来完 给你谁借也借不出来 跟他家的亲戚 张了一下口 我说借给我几千块钱 他们都拒绝了 我不知道是他不信任我呀 还是不信任这个家庭 四处举债无门 房子加盖工程又已经开始无法中断 迫于无奈 王红的婆婆段大娘 只能把单位分给他的福利房卖掉 用卖房钱来盖房 当时卖房当中 这个什么 跑了一切手续 都是由我爱人跑的 都是他 都是他这的 给我上来三家块家 当时这个家一直由王红当家做主 在卖房的时候 自然就由王红来处理 所有卖房手续 以及卖房所得的款项 王红告诉丈夫和婆婆 婆婆的房子挂牌价 虽然是19万元 但是扣除税和其他的一些费用 实际到手是15万元 而除去盖房钱 就是剩下3000元了 可是刘明粗略算了下 家盖面积和应付款项 居然发现了问题 我们那时候是360包裹保料 因为他实际盖的 跟那个盖的面积 给他复盘 有些差距 所以引起我的重视 刘明说 当时加盖房屋是包裹包料的 按每平方米360元计算 15万元能盖出 近420平方米的面积来 可是看着盖好的房屋 怎么算都达不到420平方米 所以都要不想给我上来下钱 看着母亲银行卡剩余的3000元钱 刘明晚复疑问 对王红的不信任感也与日俱增 不信任我 完了以后 举手就打我 这个这个财务上门事 他因为他有留情 他产生的怀疑 在你看来都有哪些 账目不清 我才把钱砍了 两个人因为钱产生的矛盾越来越多 刘明也由撒手掌柜 逐渐开始过问家里的经济状况 2009年时 刘明决定不让妻子再管那14间出租屋 把房租收到自己手里 到2013年的时候 他把超市的账本也收了过来 而王红再也无法忍受丈夫对他的不信任 到法院起诉离婚 我的一切心血 我除了孩子就是他 就是这个家 不能过了以后分手 各国各地 不要有任何的瓜葛了 在这次离婚诉讼中 卖房款的事情又成了夫妻之间争执的焦点 真相大白 经过法院调查 王红的确在没有告知丈夫的情况下 从当初的卖房款中支出了两万元 给自己买了一份养老保险 法院的调查结果也彻底摧毁了刘明对妻子的信任 我自己认为 从2013年 我那次打官司 我才怀疑到他已经有了乱信 我说给他了 但是他信不信我不知道 一笔对不上前述的卖房款 给夫妻俩20多年的信任 卖下了阴影 也让丈夫刘明如梗在喉 彼此之间开始猜忌 也开始互相攻击 才有了刘明的家暴和王红最后诉诸法院 要求离婚 在这次离婚诉讼中 法官认为 他们夫妻俩的婚姻并没有走到不可挽回的地步 判决不准离婚 可是夫妻俩的内心已经有了缝隙 两个人还能在一起继续生活吗 我们小区大市的微信公众号现在已经推出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关注 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提出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关注王红和刘明的故事 究竟为什么王红不能跟丈夫说明 他拿钱给自己买养老保险的事情呢 难道他真的有了丈夫所说的外心吗 敏感猜疑 一只金手镯成为家暴的导火索 我没有没人就买了 这是我兄弟喜欢跟我 逃离躲避 妻子的出走让这个家庭危机重重 把这个门开开 我才发现这个男人 我让时间来证明 随时可能摊他的婚姻 调解员他能否重建信任 被信任背叛之后 小区大事正在播出 王红说 买养老保险 纯粹就是给自己买一个未来的保障 他没有工作 也没有退休金 家里的房产都在公共名下 自己为之付出了二十多年的家 也没有什么存款 这让他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可是丈夫刘明 在平时生活中 也从来没有替他打算过什么 他只能自己替自己考虑未来 我进这个家 这后五六年 不说这二十五年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 没有说为我想到什么 这一份迟来的解释 并没有重新唤起刘明 对妻子的信任 两个人之间的沟通反而越来越少 而猜忌变得越来越多 刘明总觉得妻子的心 已经不在这个家里了 年底过年的时候 我说你喜欢为我买了一样东西 说的我都很难受 是个金手作 当时的黄金价是四百多 那个花了不到九千块钱 我一看要不清那个难受 说你干嘛你给我买这么贵的东西 他说姐姐我知道你永远也想不得给你自己买一个 你不知道 我这我活了五十岁了 我从来没有给自己买过一样的首饰 我老婆也没有给我买过 你不知道我有多感动 毕媳妇给自己买了一只金手镯 这让王红十分感动 但当刘明看到妻子佩戴着如此昂贵的首饰 他不禁开始满腹猜疑 他疑心这是别的男人送的礼物 打起来了 再都拉他呗 叫他离开 把还往前搁起来 都要打死我 我一堵气把伤害人家 电话 给摔了 动手打起来了 他报了警 每次争吵换来的都是丈夫的拳脚乡家 这让王红实在难以忍受 2014年 他决定搬离这个家 到外头租房子住 可是家里的小超市 他还要继续经营 所以王红每天白天回到家里的超市看店 晚上再回到自己租住的房子 王红的做法就让丈夫对他愈发怀疑 他有一个男的 他们叫那个商店的 这盗扫着门 晚上十几年半了 影响到那什么 影响我们休息的 就是说那个拎着菜刀那天 我就在这 我在柜台里边坐 我们孩子在柜台外边站 那朋友在 就坐着这个凳子 在那坐着 把这个门开开 才发现 一个男的 跟他在里边 不知道那什么 商人说什么事 我把那男的给撵出去了 王红说 这个男人只是他的一个朋友 当时找他商量点事情 可是丈夫居然拿着菜刀 不分青红皂白 就把自己的朋友 从店里一直撵到了大街上 这让他颜面尽失 当时他非常气愤 一摔门就走了 可让他没有想到的是 丈夫却四处散布谣言 说他跟那个男人跑了 他给人说什么呀 我第二天就跟人家走了 他要确实 他要没有这些事 人们也不会这么说 因为路是人自己走 你现在你把名称 已经走到这个程度 所以说 这不能怪别人 只能怪你自己 当时我让我们孩子给作证 我们孩子就说 如果我妈妈是那样的人 我绝对不会替我妈妈说话 两人的不信任日益加剧 误会也越来越多 这样见面旧朝的关系 已经让王红心里凋瘁 他不想再做任何解释 只希望以离婚 来结束彼此的痛苦折磨 我说我不用去解释去 我让时间来证明 我是什么样的人 从多用卖房款 给自己买养老保险开始 王红就在丈夫留名的心里 埋下了不信任的种子 加上后来 王红拿不出钱给孩子交学费 却佩戴着昂贵的金手镯 这让刘明不得不怀疑 妻子是不是把家庭收入的 很大一部分私藏了起来 或者妻子已经有了别的男人 由于刘明对王红的不信任 这个家庭中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 就会让刘明竖起自己的防卫之心 家暴只是这个丈夫强势的表象 而在他的内心 是无法把控妻子的那份脆弱 在小区大师的公众号推出后 我们会在每一期节目 设定几个讨论话题 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添加关注 就可以用视频或者文字的形式 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 您说的好的 说的有趣的 说的在理的 都可能被我们栏目 直接采用在电视上播出 今天我们这期节目的 讨论主题就是私房钱 私房钱应该是属于 我们个人隐次的一部分 夫妻双方都应该 彼此的尊重和理解 都有私房钱 但是呢 我们是互不该想 如果这个没有私房钱的话呢 当发生一些特殊的情况 或者又不愿意让 自己的伴侣和家人 知道的时候就比较麻烦 有点也允许 您不能把牢弄得太苛刻了 他在外边有些硬术什么 这感觉挺尴尬的 你越管得越紧 那私房钱肯定越多 你不管反而更好 放得特别松 他自己特别自由 在你旅行完 对家庭的一些支配啊 开销啊的义务以后呢 你完全有权利 去支配自己其他的收入 如果非得说男人必须要有私房钱的话 我建议是那种协议性的私房钱 也就是说 比如说每个月 我的身上必须要有两千块钱 或者是五千块钱 夫妻之间知道这么一回事情 你想我们回老家吧 他感觉他哥生活上有点 困难的时候 他呢 就是给他哥 自己在我身里都成功 但是我从来也不说 对国家好 对他的家也好 老公才能高兴 对不对 论坛上去讨论 怎么藏才能不被发现 被发现了以后 怎么才能让老婆 或者说老公 不会那么生气 这个问题上 大家还是先回溯的去 考虑一下 夫妻关系 夫妻关系的 相处之道 网友们的回答 真是各有各的道理 各有各的方法 看来这私房钱 从古到今 都是一个被广泛热议的话题 那么私房钱 究竟会不会引发 夫妻间的信任危机呢 究竟王红和刘明之间 信任感的缺失 是因为王红的隐瞒和私藏吗 今天我们现场连线了 参与此次调解的 心理咨询师刘嘉宇 看看他对这些问题 是怎么看的 我们如果说 自己悄悄地去做一件事情 而恐怕对方知道 还不想让对方知道 有意识的这样的一个 隐瞒这样的一个心理呢 会让对方产生一种 是不是我不被重视啊 是不是你有其他的心思啊 是不是你想做其他的事情啊 等等 他会联想很多的东西 事实上他不一定 就是留钱这个人呢 不一定想那么多 但是呢 当对方知道的时候 对方可能会延伸出很多的联想 其实我们经常的开一些家庭会议 大家很清晰地知道自己的角色 处在什么样位置上 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一种 家庭生活的方式 我个人呢 还觉得在这个家庭的财产方面呢 其实也需要有这样的一个 比较清晰的分工和管理 现在王洪和刘明之间的不信任感 似乎已经很深了 因为不信任 刘明甚至对王洪会经常动手 那刘老师您当时也在现场 看到这个情况 您觉得怎样才能让已经分居 两年的夫妻 重新建立信任呢 信任它说起来是非常容易的 但是做到它呢 需要我们自身的一个安全感 信任建立在安全感的基础上 当一个人觉得足够安全的时候 他就会完全地信任对方 如何让我们家庭当中 建立其信任感来 我倒觉得不是对方要做什么 而是要做我们自己的这种心灵成长 当我们的内心足够强大的时候 当我们对自己足够信任的时候 当我们内心深处足够的能够相信自己 我可以和对方生活 同时离开对方 我依然可以自己独立生活的时候 我们对对方的这种信任 才可能真正的产生 好 刘老师分析的特别在里 不知道在调解现场 王洪和刘明能不能听从调解员的劝导 兵事前嫌呢 通过前期对这个家庭的了解 刘家宇和周文龙都认为 王洪的感情并不像丈夫刘明 怀疑的那样已经另有所属 王洪之所以坚决要离婚 就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已经无法再获取这个家庭的信任 而他曾经掌管这个家庭有25年之久 到现在他不但没有了往日的经济大权 甚至连话语权也失去了 这样使他的心理产生了极度的不平衡 在心理咨询师刘家宇看来 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唤醒他们夫妻间的感情 只有感情在了其他的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怎么样让他能够回归家庭呢 就是我一直在唤醒他一件事情 在没有闹磨动以前 夫妻俩是如何信任的 这也就是说我透过心理学的其实是一个干预 我在唤醒他们曾经的信任和曾经的这份情感 当他们这份信任和情感唤醒了之后 他们就放下这些事情 然后回到那种情感的状态里边 把对方当作家庭当中的一员 同时刘家宇提醒王红 夫妻的关系对孩子来说就是一面镜子 和睦的夫妻关系会给孩子带来幸福感和榜样的作用 我给这个妻子沟通的时候 我就问他一件事情 我说你希望不希望你的女儿幸福 因为她是两个女儿 我们一定要找到她的痛点 和她最害怕和担心的那一点 把这一点我们给她转向安全和爱 我说你们已经分开了 并不代表你们永久的分开 如果你们经过这样的一个矛盾 然后你们又重新和好 你的两个女儿就看到了什么 夫妻之间有矛盾 但可以调和 刘家宇的一席话让王红陷入了思索中 可是他认为丈夫刘明已经把她排斥在外了 即便她想回归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于是调解员们又来到了刘明家 想跟刘明好好谈一谈 刘明告诉调解员 妻子偷偷支取了两万元钱去买养老保险 是她的所作所为先背叛了这个家庭的信任 可能有她自己的想法 调解员说 她的妻子在卖房款上对其进行隐瞒 这种做法肯定是见妥的 但是王红当时因为没有了工作 失去了生活的来源 这让她无形之中产生了一种不安全感 其实作为丈夫刘明也应该早替妻子做打算 给妻子更多的宽美和保障 如果刘明做得足够好 大概王红也不会这样偷偷摸摸去买养老保险了 刘明听了周文龙的一席话 他也承认 他平时对妻子的关心不够 但刘明坚持认为是妻子王红先对自己有所隐瞒 才会让他不信任妻子的 对于妻子那个来路不明的金手镯 他需要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 因为我没有买这个东西 我没有买给他给他买过 因为他说是他弟弟给他买的 这是我兄弟媳妇给我买的 我弟弟都不知道 这个女人唯一哭的时候就这个时候 爱美是每个女人的天性 周文龙告诉刘明 王红如今已年过半百 希望有一件属于自己的金饰很正常 作为丈夫应该去理解自己的妻子 反思问题的所在 而不是一味的去怀疑和指责 11点多他们还在超市聊天 我怀疑或者等着拿着刀 我很生气 但是咱们想 如果他真正的又有什么问题 他会在这个环境吗 但是他是冲动的情怀的一种想象 可以说呢 他们这个问题我感觉根源在于 沟通的方式上和技巧上 调解员耐心的分析 让刘明有些豁然开朗 30年的夫妻感情 也让刘明在做最后决定时 还是动摇了 有希望就不能放弃 两位调解员又找到王红的婆婆段大娘 他们觉得段大娘的态度也很关键 因为王红一直认为 这个家就没把她当做自己人 她为这个家付出30年 却始终一无所有 你身体到就是一个关键的一个问题 就是这家里的这个房子 你说有人年份呗 有 我跟你说 我说都有份 我其实是 我看到他这个样 现在这个样 我是说 我有些说想的给他 没有想的给他 但是我心里也得想的去 咱不能说 我们说出来了 我就是 一直说气话 对 现在想明白了 现在听明白了 都有份 如果待我好 都有份 我还是说 想的 是吧 炒心也得给家人 是吧 应当婆婆说 房子有自己的份 而且婆婆还表达了 将来家里财产的处置 自己也可以参与 王红动心了 但她还是担心 刘明的家暴问题 为此 调解员决定 让刘明 在自己的妻子面前 做一个保证 控制一点情绪 多一点微笑 少一点愤怒 有事了 有关键是个事 为了让刘明 不因一时冲动 再对王红 实施家庭暴力 调解员还决定 让段大娘 来监督自己的儿子 并且告诉大家 即便是在家里 对自己的家人 实施暴力 这已经不是一个 简单的家庭矛盾问题 我们在以往的节目中 经常会提到 家庭暴力的问题 家庭暴力之所以 受到特别关注 是因为它不仅仅是一个 突出的社会问题 而且极大危害了 家庭稳定 以及家庭成员的身心健康 2016年3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家庭暴力法 在我国正式实施 那么我们在面对 家庭暴力的时候 应该怎样拿起 法律的武器 保护自己呢 我们小区大市 微信公众号已经推出 扫描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 添加关注 就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 同时您在家庭生活中 遇到的问题 也可以告诉我们 节目组将聘请资深的 调解员律师 为您现场解答 现在我们现场连线 王杰律师 听听她的建议 本案来讲 一个它主要是对 这个女主人来讲 它是一个身体伤害 所以我们讲 它这是基本的一个 家庭暴力一种类型 根据我国的 反家庭暴力法的规定 这个受害人呢 要及时的向人民法院 提起诉讼 提起诉讼之前呢 还有一个程序 叫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这个呢 是新那个反暴假 反家庭暴力法 是一个特别的规定 这个对受害人来讲 是个非常好的 一个保护的措施 如果符合条件的话 法院呢 它会禁止这个施暴人 停止家暴 禁止跟踪 禁止尾随 甚至禁止接触 必要的时候 让这个施暴者 搬离其住所 比如说 它违反了这些规定 这个按法律规定 它应该承担什么样一个责任呢 轻者是承担 行政方面的责任 比如说罚款 甚至拘留 重者的话 它有可能会构成刑事犯罪 在调解现场 通过调解员对法律条文的陈述 刘明对家暴也有了新的认识 她知道了家庭暴力不是一般的家庭纠纷 而是违法 甚至可能是犯罪行为 段达娘也表示 她以后会发挥好自己的家长权力 起到监督的作用 此时 心理咨询师刘家宇觉得 有了刘明和段达娘的表态还不够 关键是王红自己 也要从心理上真正的在融入这个家庭 你既然到了这个家庭 我们想说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结婚 是被这个男人的整个家庭 和整个家族和他的家庭习惯结婚了 然后呢 他的家里有他的家里的这些方式 但是你一进入这个家庭之后 你要拥有这个家庭 而不是分离你的物 然后这是在共同的家 最终 王红也表示 认同调解员的调解 暂时不离开这个家了 给丈夫也给自己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 签好调解协议之后 几年来 一直吵吵闹闹了一家人 终于平心静气地坐下来 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 王红是个要强的女人 可是人到中年 她却面临着生活中的种种变故 失去了工作 家里也没什么是属于她的 这样她不得不打起自己心里的小算盘 可是让她没有想到的是 她的做法带来的是 夫妻之间信任关系的彻底坍塌 夫妻之间一旦失去了信任 曾经最真挚的感情也会荡然无存 而不断的猜疑 则会直接酿成婚姻的悲剧 那么我们在婚姻中 如何能够通过双方的努力 构建起家庭的信任感呢 现在让我们现场连线 节目中的调解员 心理咨询师刘嘉宇老师 来一起听听 她会怎么说 我这里能给大家说一下 在我们家庭当中 夫妻关系 它其实是有一个 这种角色定位的 一般情况下 我们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 就是成人对成人的模式 第二种形式呢 是成人对孩子的模式 第三种呢 就是孩子对孩子的模式 那成人对成人的模式呢 就是夫妻双方呢 各自能够独立地面对 所遇到的问题和困难 同时呢 在家庭遇到共同问题的时候 他们也可以共同地去承担 各自的责任 并且共同地想办法 来解决家庭当中 共同遇到的问题 那第二种呢 就是成人对孩子的方式 其实成人对孩子的方式 如果彼此享受这样的一个 他们之间也可以相安无事 但是一旦在遇到家庭当中 重大问题的时候 那个曾经是孩子的那个人呢 他想扮演这种成人的角色 而他实际上不大具备 这种成人处理问题的能力 于是呢 两个人就会产生一些冲突 就犹如我们这个家庭 其实那个男性 曾经扮演的是孩子 现在突然站到一个成人的角色上 来给他的妻子进行沟通的时候 很显然他不具备这样的能力 这个家庭就发生了 我们的这种所谓的暴力事件 那第三种情况呢 就是孩子对孩子 那孩子对孩子的方式 一般的人呢 就是两个人都不大成熟 可能会玩得比较好 当然了 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他们会经常的冲突啊 打架呀 打完之后呢 你看他们两个人 好像就没事人似的 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 有的人呢 一辈子打一辈子 吵一辈子 还能够过下去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呢 建议大家是 都能够彼此成长 成为一种成人 对成人的家庭 我送给大家一句话 叫做我们人生呢 是在解决问题当中度过 而不是在处理情绪当中度过 我们在这个 调节这么多家庭的时候 发现我们很多人 看起来是一件事情 实际上都是在情绪当中 我们90%以上的时间 都用于处理情绪 而根本没有去 关注那个事情本身 这个事情是一个 由头或者说 只是一个诱因而已 所以它反映的 还是我们 个人心灵成长 还有这种管理家庭 以及人生智慧方面的问题 近日是需要夫妻俩 共同付出努力的 彼此以心换心 真诚对待对方 才能保持夫妻感情的 历久迷心 把一切都处理得 磊落大方 猜疑也就会自然消失 但愿王红和刘明 能够在未来的日子里 坦诚相待 用彼此的真心 重建婚姻的信任 这里是小区大事 我是琪琪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准备 感谢观看